张兰战兰玩流量 麻六季的双赢生意 带货赚佣金 资销赚品牌 是谁赢马了 近一个星期以来 能与世界杯抢热度的新闻 飞汪小飞 张兰与大S一家的唇枪舌战莫属 汪小飞前脚在微博上演发风文学 大S一亲朋货经纪人的嘴回应 张兰后脚就会在直播间里打碟 才牛仔包 商家卤蛋与绿茶 吃瓜群众们疯狂涌入张兰的直播间看热闹 一度将其送至抖音带货榜榜首的位置 掌握了流量密码的张兰每日直播十小时 不仅将麻六季卖到断货 还拓展了睫毛膏 眼线笔 面膜 按摩器等品类 用金同样不低 与此同时 麻六季的线上产品其实多为代工产品 其背后阿宽食品 范扫光食品等代工厂 也被制赢麻了 事实上 在张兰直播间 无论是自由品牌还是带货品牌 都是张兰与代工厂或品牌方的一场双赢战事 战兰完流量 带货用金率高达35% 在汪小飞与大S厂高潮第一起的离婚风波中 张兰有了新的名号 纽护路战兰 1958年出生的她 已年满64岁 但她却能每天以高亢的情绪激情代货数小时 每当汪小飞上演发风文学 张兰总是能用其招力万光安 因此不少吃瓜群众被迅速圈粉 就连李国庆也在11月27日评价张兰称张兰是我尊敬的企业家 和我一样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 还能在废墟里跳舞 再次站立支持声友 但这一声同样少不了 有人表示这场闹剧 其实就是为张兰直播带货做铺垫 但事实是 从2020年开始拍摄短视频的张兰 在2021年就开始了直播带货 只不过一直热度平平 有了流量的加持之后 张兰直播间厂军观看人数突破了300万 除了主打的麻六级品牌旗下的所有产品外 一些来自第三方的产品也贯穿着张兰直播间 例如热度最高的鲁蛋加绿茶套装 那么这些带货产品又能给张兰带来多少收益呢 新客度以11月28日张兰直播间上架的几款产品举例 左点智能迷你红边式按摩器 恒温热敷面部呱呱版礼盒 售价为198元 新客度了解到该款产品的用金率35起 预估每单收益58.8元起 X防水睫毛膏售价为49元每只 69元每两只 用金率27起 预估每单收益13.23起 VNW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三盒装售价97元 用金率达30% 预估收益29.1元起 另外还有一些用金不算高 但主要为了撑起舆论热度的带货产品 例如售价9.9元6平的 康师傅青梅绿茶的用金率只有3% 每单预估收益为0.3元 售价2699元的网易严选 VNW玻尔胶独立弹簧床垫的用金率 显示为1% 每单预估收益为26.99元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 张兰直播间目前并非全程有张兰在线 与交个朋友直播间的运作模式相同 张兰不在场时 其他主播会轮番上架美妆 食品 服装等不同类型的产品 不过直播间人数大多在1至2万人之间 而近段时间张兰一出现 直播间人数就能飙升至10万以上 产品销售的重点则在 麻六计和各款单器流量的内涵产品上 这两种带货方式交替上演 促成了张兰直播间近期的辉煌战绩 据新刻度观察 张兰的抖音账号目前有648.7万粉丝 其中有超过92.3万的粉丝在她的橱窗内下单 近30天内售出超过10万笔 据灰豚数据显示 张兰直播间在直播涨粉榜上排名第一 并且11月24日的直播观看人数 达到了3635.2万人次 人均停留4分47秒 以76个商品卖出了超过70万笔的销量 和2000万元的销售额 拥有强心脏的张兰面对刷屏的骂声毫不畏惧 甚至还能淡定地说出黑宝宝们可以继续黑拦截 但别跟好活过不去 咱们把麻六姬埋起来 所以在闹剧发生之后 能够拿到这样的成绩 也的确是赢麻了 被处罚的代工厂和麻六姬的热声音 在这场热闹当中 除了张兰身上这股英雄气概被看到之外 麻六姬的知名度也在一夜之间攀升 新刻度从馋妈妈处搜索发现 近7天内短视频带货 快速增长的黑马产品 第一名就是麻六姬的 桶装素食酸辣粉 近30天内 该产品销量达到72.6万 推广达人数2.5万 出单率11.99% 其中11月23日达到了销量的高峰值 单日销售破24万里 麻六姬抖音官方旗舰店 近7天的销售额达到了5836.1万元 近30天内销售额达到7923.5万元 当销量与流量齐飞之时 葬于麻六姬身后的那些代工厂们也逐渐展露在了大众面前 据新刻度观察 麻六姬卖到脱销的酸辣粉由四川白家阿宽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代工 胡椒猪肚鸡由苏州广运食品有限公司代工 宝江红糖瓷巴由成都市享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冷吃鸡由四川省远达集团富顺县梅乐食品有限公司代工 提拉米苏穆斯大福游和福食品倾道有限公司代工 小望长游上海微平富食品有限公司代工 不难看出 从休闲零食到玉制菜再到甜品 马六姬背后的代工厂遍布全国 得益于汪小飞的流量和翘江南的品牌声量 马六姬的爆火也很像是一场供应链搭配明星效应的胜利 根据张岚此前所说 由于疫情 线下餐饮门店或多或少还是会受到影响 因此线上线下要两条路走 而选择与代工厂合作便是能够更快拿出产品 铺好销路的方式 至于张岚的更大目标 还是想回归在实体生意上 不过汪小飞的想法似乎有所不同 线下门店只是体验店 线上零售品牌才是真正的发力方向 未来希望线上零售能成为营收主力汪小飞 曾在采访中提到 然而选择将产品交给代工厂会出现的问题 已是老生常谈 以上述几家麻六姬的委托代工厂来说 知名度最大的阿宽食品正在冲击股方便食品第一股 但在今年6月28日 恒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 《2022季度重点经营着消费投诉信息公示》 却显示 阿宽食品所说部分食品存在黑点黑板 以无等问题被投诉量为165次 另一家代工厂成都市 想口服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中 也显示出有四项监管风险 其分别在2018年 2020年出现过产品郡总数含量超标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保质期 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被成都市新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处罚 上海微评副食品有限公司 也曾被发现在生产场所内 未按许可核准的生产布局流程 开展将鲁肉制品生产加工活动 在执法人员责令其限期改正上述行为后 该企业仍未改正最终被罚款9000元 如果说张兰 王小飞和马六计把线上销售视为减小疫情影响 辅佐线下店发展的第二条腿 那么随着如今巨大流量的加持 这些藏在轻资产运营模式背后的弊端也应及时重视起来 否则捧得越高的结果便是摔得越惨 要做流水的直播间还是铁打的品牌方 张兰是否能坐稳抖音一节的宝座还不好说 但将家丑变成流量的湛蓝的确对直播带货有了些心得 据娱乐独角兽报道称 有从业人员透露 张兰直播间目前正在招商 视频 美妆 家居内幕的坑位费为8万元 专场为20万元 换句话说 张兰直播间的存在 不仅是在为线下麻六计拓销路 早升量 更是一条将张兰一家的流量迅速变现的路 然而流量从来不是谁的专属 如东方真选 交个朋友等直播间 也曾一度霸榜 但随着新的流量宠而登场 这些直播间的发展轨迹也逐渐变得不再波澜 不过一来 这类直播间从一开始的带货属性就十分清晰 也有自己的专属风格 因此消费人群能够在流量顶盛期稳定下来 为后续的发展打下基础 二来东方真选与交个朋友 在发展中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矩阵式直播的方式 通过在不同时段选择不同的主播 来销售不同类型产品的方式 对直播厂牌进行了精细化运营 也降低了依赖单一主播的风险性 从目前看来 张岚直播间尚未有实时这两部策略的迹象 直播间对张岚本人以及用八卦新闻整活的依赖性较强 吃瓜群众的数量也众多 因此随着热度的逐步下降 张岚直播间还能拿出什么来继续留住消费者呢 打造餐饮借LV的梦想还能实现吗 而对于与张岚直播间合作带货的品牌 为马六计代工的厂家来说尽管藏在了流量的身后 但却同样是这场热闹的受益者 未来即便是马六计与张岚直播间不在了 他们依旧会有新的去处 流水的顶流直播间 搭配的往往是铁打的品牌方 所以张岚与马六计眼下的高光并非真正的赢马了 究竟是挣到热钱就退场 还是静下心来成为那个铁打的品牌方 或许才是闹剧结束后该思考的问题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让我们打开财富之门享受美好人生 这里是财富记频道我是钱老板 感谢订阅点赞评论转发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